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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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看九十五頁 那麼後面第二頓才開始 歷時米六佛 以三部世界全身公共眾生 進出台北主既往既往既下出山 那麼那個時候的米六佛 當然他也是主比這裡一切的眾生 那麼他也接受這個色體繁印 他的請求 所以他就帶這裡三部世界 他在前身是屬於公共的眾生 這個三部世界 當然是我們這個世界 九米六佛的時代也就是三部世界 不過呢 提出這個三部世界的意義呢 這個三部就是貪淨的意思 貪淨就是說這個環境非常不好 我們這個世界呢 我們這個世界呢 煩惱多 苦惱呢 也是重 所以在這個世界的眾生呢 當然 就 要想我呢 要在這個世界呢 也不簡單 那麼 標是什麼 標是呢 他這段 這句 就是要來強調說這個眾生 其實呢 在米六佛的時代 當然是一個富禄 清淨重嚴的世界嘛 貪這個三部世界 好像看起來呢 沒有什麼關係一樣 其實沒有 因為在石鹼模擬佛的時代 是五族惡世 五族惡世 尤其這些人呢 是有關聯的 這些眾生 都總是由石鹼模擬佛 這個五族惡世的環境 又延續過來 所以在這裡就要向我們強調說 米六佛 它就帶了這個 我們這個世界 不過呢 在過去 是 公共的眾生 它的過去世 是公共的眾生 當然過去世 就是在石鹼模擬佛的時代嘛 那麼在石鹼模擬佛的時代 我們的這些 一切的眾生 就是 南雕南福 非常的 這個 公共 非常的 萬古這些眾生 當然呢 這些眾生 在胃生肌後 到未來的那個時代 那個心 就沒有這麼公共了 當然現在要來建大騎石 所以它就要 把這個 關聯 接起來 大騎石 是在石鹼模擬佛的時代 的一位 台地主 這樣 那麼 這些眾生 他們過去 寒衣 也是有 相當的 一個 寄的一個 因緣 所以就是 在這裡 把我們強調說 這個 全身 是公共的眾生 還有呢 米勒粉 伊蘇度的 伊蘇度法家的 台地主 當然 如果這麼看 譬如說 這個 色體繁因 他們這裡的 欲蓋主天 這樣 也 可以說 他全身 就是公共的眾生 再來呢 除了伊蘇度法三輝 其實蘇度法三輝 其實蘇度法三輝 這所多的 地主 也是 在過去 也是公共的眾生 不過呢 蘇度法三輝 這裡都生酒 阿羅漢堡了 還有人沒有生酒阿羅漢堡 有 也有很多 就是蘇度法三輝 以外 在人道家的眾生 也有很多 還沒有生酒 所以呢 這也是包含在 全身是公共的眾生者 那麼 他們做會呢 走向對 走向這個 既色 出山 這個就是 零酒山 就是佛 過去 色鹽母年佛 在這個零酒山 也有 有很多 那麼 我們最該了解的 很像法法經 法法經 就是在 既色 出山這裡 講的 那麼現在 麗麗佛 就帶這裡的 地主 走向 既色 出山這裡 那麼 得 三 下 一 安 上 七 佛 頂 兩 三 當 麗麗佛 帶這裡的 眾生 還有呢 這裡的 大地主 走向 這個 既色 出山 的 山腳 了 他沒有 揹去在山上 到山腳那裡 那麼呢 他就是 岸上 這樣 說 落心 落心 岸上 不過呢 他的心 也是岸上 就是 不成功 不成功 慢慢走 七步 一腳步 一步一步 但是呢 慢慢走 慢慢走 不是成功要走 就是這樣 我們不走向對 頂上 這個 龍 直 山 所以到 這個 既色 出山 的山腳 後 其實呢 他不是八起 你既色 出山的頂管 他是八起對 八起 龍 直 山 這個龍 直 山呢 當然他才是這步 經 跟我們說出這個 名 說出這個名 叫做 龍 直 山 那麼這個山呢 如果照樣在看 他是在 既色 出山的旁 在既色 出山的 這個旁 這裡而已 不只可以說 走到既色 出山的山腳 之後 又要去龍 直 他是在既色 出山的旁 那麼既色 出山 我們了解 他是在 對 他是在 王色 寫的 高娃而已 王色寫的 高娃 那麼在 台地道論 有說到 說到 這個大驚 審訊者 他 要修好 這個法宗 那個時候 當時呢 色驚摩尼佛 像這個 金利儀 高台 給大家 修訊者 的時候 他的命令 他要當太高 米的粉 下生 性粉 像這個三個 高性 米的粉 他才能夠 入力 那麼這個 大家修訊者 當然 他接受 這個 世尊的 這個命令 當太高 他接受 經典 了 後 就準備 要去 這個 這個 山東 當太 那麼 在台地道論 就說 他去到 他去到 王色寫 高娃的 結束山 在王色寫 高娃的 這個 結束山 他就去那個 山東 裡面 當然 用他的心通 將這個山 封起來 然後 就在裡面 入定 那個 單太米的粉 所以 這個 台地道論說的 寫這 所說的 就有負荷 所以有這麼 可以了解 農 這個山 其實 在別的 所在 翻譯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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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米的粉 帶著的 地主 老頭子走 一步一步 走向 這個 農 積 山 起 那麼 到山頂 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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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 金 西西 台地 十八 上 東 米的粉 帶著的 地主 走向 山頂 起立 後 米的粉 就像 他的腳 抓起來 基 基 從他的腳 抓起來 人 他有些事情 就是 這個 腳 腳的 這個 筋頭 這個 腳的筋頭 然後 他 抓著 三斤 這個 抓著 就是 大的意思 腳 腳 這樣 大 那個叫做 抓 腳 打到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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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叫做 抓 那麼抓對 抓在那個三斤 就是 米的粉 腳 抓起來 之後 用他的腳 筋頭 再打向 這個 山頂管 這樣 那麼 那個時候 經隔 有十倍 中 上 毛 的筋頭 就是說 當米的粉 腳 抓起來 再打向 這個 山頂 的時候 那麼 經隔在那裡 有十倍 上 的筋頭 這個十倍上 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 小 的 小 大 大 小 的 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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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有六種的想法 動、起、用、進、放、進 這六種的想法 我們如果是了解這個六種的進動 當然我們真正沒有介紹 六種的進動在這個經裡面有很多種版本 有很多種版本 說出這個六種進動的想法 不過其中有一個版本就是這六種 六種進動 比如說在婚 在婚的郵寶室得天降無胎 降生日無胎的時候 出胎、生佛、轉換輪、任職盤 這個時候在經下有六種的進動 這六種其中一個版本就是這六種的想法 那麼這六種有大、有中、還有少 三種的聽到 所以就變十八種 所以譬如說動 動是屬於少的想法 再來呢 有片動 比如說動 動過來呢 有片動 然後再來呢 中片動 標誌是說破片動 這樣 所以這個是動 如果以動來說呢 它這個上是屬於較少的聽度 如果片動就是屬於中的 這種的進動是屬於中的聽度 那如果有中片動呢 就很大 這樣 那氣呢 也是一樣 氣再來呢 片氣 中片氣 來用 片用 中片用 緊 片緊 中片緊 都一樣 就是一樣 聽說這六種的想法 有 小 中 還有大 三種 不一樣的聽度 所以加起來呢 就變十八種的想法 聽說六種的想法 成三種的聽度 變十八種的想法 它這個就是蜜蜜 它所現的新變 就是用它的筋頭 大大 這個山的頂端 的時候 那麼呢 讓這個台地 參選十八種的想法 那麼 記記三頂 魅力 伊 手 兩鄉 撇山 如專倫王 開代 成文 那麼 當魅力 佛 當然 他到山頂了後 剛才那個台地 也說到山頂了後 那麼呢 用他的腳筋頭 大大 土地 參選十八種的精動 那麼 他再說到山頂了後 就是說 他這個精動 能結束 結束 結束過來呢 米的筋 他就用他的手 那麼呢 兩鄉 撇山 這個 撇呢 就是分開的意思 分開 叫做撇 那麼他 用他的手 把精革的筋 把筋 分開 用他的手 把筋 向靈 兩邊 分開 叫做兩鄉 撇山 那麼這種兩鄉 撇山 的 情形呢 就像這個 專倫勝翁 在開他的 那個 台姓 門 一樣 這個 蝦 蝦 主要的 出入口 就有一個門 那麼 當然門 是分成兩邊的 因為呢 這個 蝦門 一定非常 大 一定要分成兩邊 來開 那麼專倫龍 他要出入的時候 他就把他的手 把這個門 開開 開 開這個 兩鄉 所以今天 他就要開這個 山 就好必 專倫龍 開這個 生門 一樣 那麼 你時 反昂 是 天 鄉 有 無好 行 尖 有 有 有 神 那 有 有 它的兩支手把揭開的時候 那麼等於說那個山洞騎縮在臉面 就現現出來了 它本來米在那山裡面嘛 米在那山在那裡入定 那麼米就把山打開 騎縮就出現了 那麼出現的時候 因為騎縮縮者 它原本地就是在那裡入定的狀態 它自從這個石鹹模擬粉的時代 它入到這個山開始了 一直到現在 它都完全都在那個頂上 那是照這個 照這個政策來說應該是這樣 它入山了到現在 米就把山分開 它出來 當然在這個 復高的歷史裡面 驎縮縮者也有很多便 離開這個山 出來外面 它有行 來入獄中心 也是多少有在做 那麼現在 因為驎縮縮者 它長時間 我們入地的這個頂上 那麼現在 要驎出頂 要驎出頂就要怎樣 不可以說 一個就驎出頂不可以 最首先 這個環天王 環天王 它就拿去天的香油來 拿那個香油過來 那麼那個油要做那一會 油就是油沒有好驎縮縮者 就是大家驎縮縮者 它的頭部比較頂 要把它染下去 那個油的作用就是這樣 油它的頭部比較頂 把它染下去 那麼 染這個油是要做什麼 因為我們要了解 這個驎縮縮者 它長時間入這個頂 入這個頂 那麼我們人來說 我們以正常人來說 我們如果入頂的 最高的 不能超過七天 不可以吃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肉體 但是因為七戟 不吃食物 要強調它的敗壞 所以一般來說 一般正常的人 我們如果是說有修縮縮成功 入頂的 不能超過七天 你在七天以來 一定要出頂 要吃飯 要吃食物 來支持這個肉體的運作 這樣 所以如果超過那個時間出頂 有可能會失望 那麼現在 驎縮縮者也是一樣 因為一等時間 想看看有這個 在石鹹母年那個時代到蜜蜜的那個時代 整應年去了 所以他長時間入頂 一定是沒有失望 因為北京驎縮專者 他也是在人間留這個肉體 既然在人間留這個肉體 也是要有失望來滋潤 來維持那個肉體 既然的運作 那麼現在 要計出頂進程 就是要拿這個香油 來灌他的頭上 那麼這個油 由他的頭上灌了之後 就騙他的轉心 由這個門庚這樣吸收進去 這樣 上面讓他這個肉體 的機靈開始在運作 那麽油貫新撩敏 這個天的 他就 搭建 這個台建水 就是這個 我們說這個 共辦 共這個辦一樣 這個共辦的 目的就是 要把 無好驚診專者 把他叫他 叫做 這個 這個 吹台發蕊 也是一樣 等於 共辦吹發蕊 就是由這個 吻聲 他現在 要來 經過 無好驚診 讓他知道 麽力佛 一定 下生 成佛 也 是 三傳法論 現在 一定來 找你驚診專者 現在 你好人 起來了 當然 要把他叫起來 真正 就是要 用油來 管他的身體 他不只說 起來 就有那個油 因為油本身有 營養分 就有滋潤他的身體了 起來 他就能 譬如說 要做什麼 要講話 還是要禮拜 那就可以 很自然 來 穩足 這個身體的機靈 那麼 當他 吹發蕊 之後 無好驚診 就有 這個 滋潤 營養分 裡面 那麼 咳 拆起來 所以 在這裡 我們就了解 說 無好驚診 它是怎樣的 就是 入地 滋潤 營 這個滋潤 營 基本上 就是 一個 無心的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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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三個的 生人 起立 最終要三個的 生人 三個的生人 他為了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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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他的心 立即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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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我們 中心 中心 就是一直 安住在 有心的 狀態之下 一直都安住在這種狀態 譬如說 我們 眼睛變金 清晴的時候 我們 攀岩 瓦災種種的境界 我們 在 心就是在分辨 你說 心 無時不輕 都在 活動 都在 活動 睡的時候 心 還是要 再 活動 在 三個 心 其實也要 再 活動 在 人 和的 時間 都在 活動 在 一般 凡夫 來說 外套 他為了 要 讓 心 不要 動 他會 受 無相 定 這樣 但是 這 生人 不受 生人 活動 是不受 無相 定 活動 是有什麼 活動 活動 十九 三個 生人的 程度 起立後 有一件 他想說 要讓心 立著 安靜 要讓心 完全 消失去 那時候 他會 受 這個 別人 定 但 成功 後 入這個 定 心 心 素 都 都 別人 所以叫做 別人 別人的 意思就是 就是這樣 將心 跟心 素 完全 都別人 進去 入這個 定 的 用意 就是這樣 為什麼 因為心 在分 變 其實 非常 劃苦的 事情 心 如果在 動作 我們說 肉體在動作 一直在換 重 那是 劃爛 但是 心 如果在動作 會劃心 所以 心 在分 在運作 時 是 很累的 事情 所以 生人 受這個 定 就是要來 消滅 這種 的 路口 所以 叫做 別人 中 就是 中心 還有 一切 心 塑 都 把 消滅 那麼 存在 那是 以這個 以這個 衛生來講的 還有 一個 怎麼 那是 那個 那是 沒有 是 別 精 六色 還有 一切 的 心 所以 現在 驚訝 真的 就是有這種 別 真的 出 定 那么贼经以后 偏探有件有策特地 中规合状 是释迦母女佛正乞丽 受益魅力二组时间 但是释迦母女 得头阿卡得 阿路好三妙三佛得 任列盘时依处法依附属于五 令方世尊 那么当驾驾驻者 出定了后 以内就坐正义后 中医穿的衣服 将你穿起 将你穿起 人员偏探有件 就是将他的油兵的颜柄头 将它探路出来 人员的油切特地 就是油兵的脚踏尾 整段头脚顶 人员中规合状 就是用这种的围意 中规的围意 但是维是维什么 维是油兵的脚踏尾而已 不是说我们 身材都尾是尾一瓶 人员是合状 携的这个 设驾模拟粉 所团收下来的 那个政客礼 就是那种带衣 那么这件衣服呢 其实就是那种金利衣 就是粉的衣服 因为输涼粉嘛 做这种金利衣 还有一天 设驾模拟粉 他回到他的故乡 那个国家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 他的仪廟呢 就像这种金利衣 要来供用设驾模拟粉 但是当时设驾模拟粉 他没有接受 他把他们的仪廟说 你今天给我这些衣服 是因为一个老婆 思念心 思念这个孩子的心 对这个孩子 那个疼爱的心来供用 他说这样呢 福报不大 你应该拿去台中经 那里 供用这些出家中 这种福报比较大 那么他们的仪廟呢 就照摄驾模拟粉的意思 拿来台中经 这来供用他们 但是呢 一个供用都没人敢接受 一直到这个 这个弥历 弥历佛家 弥历佛山 因为当时的弥历 他也在摄驾模拟粉的心臂 出家还是一个BQ嘛 当他的弥历 将这些衣服 共用到弥历BQ的那个时候 弥历把它收下来 那么到最后 弥历当然入这盘 上升到倒数得天 那些衣服 当然就是在驾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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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 就等於團合米的粉 所以有這個丹果 那麼現在呢 因為米力成粉也來做驚濕 所以驚濕純正 他就拿過期真的 雖然說是色鹼模擬粉的正確的 其實也是米力的 說米力的 其實也是色鹼模擬粉的 為什麼 因為最初就是要享用色鹼模擬粉 但是最初是米力的粉 米力的菩薩把它收下來 但是最初呢 色鹼模擬粉 還回到他的手段中 他還交代驚濕純正 和將來 和團到等於給米力 所以這是有一個意義在這裡 就是說米力的粉 其實是由色鹼模擬粉才團成來的 要表達這個意義 那麼現在驚濕純正 就拿這件衣衣米力 等於說 相手 相手拿著 拿給米力粉 這樣 那麼他就說這種話 他說 台書色鹼模擬 就是這個色鹼模擬粉 色鹼模擬粉 他是什麼呢 他是什麼呢 德特阿欺德 這個我們之前在雙生經那裡有說過 這個就是如來 佛十合之一 如來 他的反義就是德特阿欺德 那麼阿露荷呢 就是應共 也一樣 佛的十合之一 應共 那麼三妙三佛德 這個就是正片地 或是正正角 這也是十合之一 所以這個是什麼 色鹼模擬粉 因為德特阿欺德 阿露荷三妙三佛德 這都是佛的明合之一 所以這樣說呢 也是定義說 在稱呼色鹼模擬粉 所以台書色鹼模擬粉 那麼他在主世的時候 當時 將近要進入裂粉 那當時 他說過期色鹼模擬粉 在人間 但是呢 他飲 飲裂粉時 因為色鹼模擬粉 他是這個 主世八十年嘛 那麼飲裂粉時 就是將近八十歲 當然這個時間 不一定說七十九歲 也不是說七十八歲 也不是說七十八歲 也不是說七十歲 那時候 他就是將近要裂粉 所以這個 這個人裂粉時 那個時間的 方圍也能夠很大 也能夠很小 但是總共有一個 就是說 世尊他在要進入裂粉的進場 什麼時候 當然 這個境 也是有說 就是說他要進入裂粉的進場 那麼 我曾經呢 有一個機會 他就把這件 法衣 交代在 台驚色尊之之 這樣 一處 法衣 複俗以後 就是將這件衣 交代給我 那麼交代給我 就是說將來 世尊 明明就婚禮 那是生婚禮後 然後呢 又拿到回來 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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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現在呢 當然已經當到了 麵的火已經生婚了 那麼 台驚色 也記得麵的火了 所以就將這件衣 還反倒回來 給他 不過呢 不能說 沒有人沒有過 三都給他 要叫麵的火收下來 一定要跟他說 什麼原因 當然這麵的火也都知道 那麼 時主台獎 國別婚言 溫和禁日 出山頂上 友人頭頂 端笑 修羅 独三文獲 二令 禮拜 共徑四尊 那麼 那當尊的 這一切的台獎 因為麵的火他帶他所有的地主 當然又包括這個 這個 玉蓋的祖天家嘛 他找的天人 來到這個 龍竹三家來參拜 台驚色 不過呢 麵的火他知道台驚色是什麼 但是其他人不知道 所以當時就有這個疑惑了 他們的 每一個人都向火 來 兵兵 來向火清溪 他說呢 是怎樣 近日 在這個 龍竹三 這個山頂頂管 有一尾堂 那個堂 還有人的頭殼 有一個看得清楚人 那個頭殼的那個堂 那麼那個是堂 還是人 看不清楚 你說他是人 不過看得大家都不一樣 因為在彌陸那個時代 在彌陸的這個中生的隔膊鐵 那照這部經來講 是有十六張的等嘛 有十六張 所以如果是以我們現在 現在的新等 跟未來中生的新等 來對比差很多 所以我們在彌陸的 我們來看 合餐像一尾堂一樣 所以他看到大家 這個人在那裡 要說他是人 但是他還不一樣 像一尾堂一樣 因為當頭這樣而已 那一點 但是呢 要說他是堂 哪有一個人的頭殼 還有人的五官 所以他就在這裡有疑惑 山頂哪有一個人頭的一尾堂 哪有一個人頭的一尾堂 生了之後呢 端小 阿修路 那些人頭的一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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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了之後 又很好看 很壞 因為呢 如果以我們現在的這個隔膊心 可以說叫做修路 非常壞看 那麼未來 那些時代呢 那個中生呢 端正中厭 那是跟我們不同的 那麼這個人頭的堂 他又稱三文的學宗 稱三文的異獲 因為大家驚訝專者 他是BQ嘛 BQ就稱加世 所以這些人就疑惑了 疑惑說這個 這個像人頭的堂 怎麼還會稱這個 出家人的衣 甚至呢 在這裡 還可以來勒拜世尊 強勁世尊 所以他們就想不到 想不到說哪有這種事情 一般來說 人才會這樣做嘛 但是看起來不像人 要說像堂 不過呢 還有人的面相 怎麼會做這種事情 還會來拜佛 所以在這裡呢 就有這個魏惑 那麼是米的婦 而主代地主 不勤出人 那麼當初的米的婦 他就把這裡 所有的大地主 跟他們的 跟他們搖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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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們量 說你們千萬 不能勤視這個人 這個人你不能勤視 不能勤慢擲 不是你想的那麼簡單 那麼二率 紀元 米的婦 就建一處 公出 一個紀元 那麼他說 空窮 有好色 好好色 那麼 英國 有所識 這個 第一句 跟第二句 是作為 空窮 空窮 他有 很好的外表 有很好的色 這個色 這個色就是 他的身形 他的外表 外表 在這個 蕉蕉 中 空窮 可以說 是非常 美麗 你看 他的 尾巴 如果 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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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非常 美麗 所以說 空窮 油 好色 不過 他會怎麼 受到 英 還有 滾 還有 搖 這個 滾 還有搖 這是 搖 一種 蛤 的 拼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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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嬰兒 如果看了空襲 住了蟻蟻 走一個那裡背下來 就抓去 抓去吃 所以這個団子就是說 因為剛才 這裡的大獎 就跟麵訪問嘛 為什麼說有這個人 晚上的端笑修羅 端笑修羅 那個修羅就是很難看 你說那個人很難看嘛 但是麵就好就跟他們說 你說好看 好啦 如果在交流裡面來講 空襲是最好看的 空襲是最美麗 但是好看 美麗有什麼作用 沒有效 當中可以就那樣吃掉了 所以你說好看 好看才有意義 好看是沒有意義的 那個外表好看 一點意義就沒有 不可以對他有利益 如果說好看是有作用的 對他有利益 如果可以看到空襲 他就不敢吃了 那不是這樣 不是 你就更好看 可以背下來就把你吃掉了 所以你說這個人 端笑修羅 你說他修羅 生得很難看 難看不是重點 那麼白上無能力 修羅 生得很難看 那麼修羅 生得很難看 再來呢 這三句 有白上無能力 這個白手 白色的手 就算說大隻的就好 大隻的這個手 還有白色的 它有無能的心力 那是在動物界裡面 這個手在頭腳上面在走的動物界 以手來說它的力量是最大的 最大的 所以它有無能的力 這是第一句 那麼修羅 修 這個修羅就是腮 那麼修羅的修 就是這個腮的孫子 就是小隻的腮子 這個小隻的腮子 它隨人、真小隻、隨小 但是修羅是如頂肚 這句唱就是狹的意思 狹 我們用手在狹、狹的東西 那個叫作手 我們就像這個蟻一樣 蟻如果他吃動物 他要吃動物的時候 一定先養 養這個動物等到養到的時候 他就要咬咬死 然後就用他精咬 就開始咬咬開 然後一瓶一瓶這樣吃 像中途一樣 就是他將養到這裡的動物 然後要吃 到背後咬到像中途一樣 我們如果看電視就可以了解 這個蟻在養得好 養得好 還有最後吃到一點就沒剩 一點點就沒剩 白到養得 以後你的動物都脆弱弱 這個就是笑死如靈透 當然你說這個白雄 這個手 你還比較有力 你還比較有力 沒有錯 你的能量是很大 不過手如果蓋這個筷子來比較的話 這個手呢 他的行動很慢 手的行動 他的能量雖然是很大 不過他的行動很慢 他要吃東西 可是他要吃東西 帶他來 用他的胖子 想這個規矩也好 還是這個笑笑也好 用胖子這樣 跟著 下次繞去去找 他雖然有無量的力 不諱在行動方面 不像是那樣的信屬 那樣的主宰 所以你說這個人他端笑 你說那個人他生得很悶 生得很... 很興奮 不如我們現在 大家這樣 不過端笑不是重點 不是 就算讓你生得很高 好比說在動物界裡面這個白笋非常大 它的力賞很大 不過要看它在食宿方面 它的運作就不如孫主 甚至不如孫主的小小就是生兒童一樣 這是第二端 用這個比较 再來呢 代量心無量 金氣教所抱 這個要再比較 比如來說 像這個量一樣 量他的心是無量的 量 量他的肉心是很大 當然不是說有夠無量無邊 比如說他的心是很大 所以說心無量 不過呢 如果他遇到這個金氣教 金氣教 要怎樣 無效 這個金氣教如果要來吃量的時候 要怎樣吃 他將他的兩邊的食物開在天空中在背 那麼他的眼睛很大 他可以看入到大海裡面的量量 看到一群量量的那裡 他的這個鞋子就向大海這樣煎一下 這個大海水就分開了 不過分開呢 這個金氣教他就走進去 走進去那裡 他就準備要吃那個量 不過呢 他的眼睛看 他可以看出說 對一尾量 他的受名那種狗 所以他就是專門吃那個受名狗的量 然後他吃掉 現在來說呢 這個量的心 那麼那麼大 那麼那麼無量 不過呢 扔到這個金氣鳥 無效 收撲 這個撲就是用手打 用手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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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叫做撲 你量又如何蘇生 扔到金氣鳥呢 就用手打 用手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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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這個性感 性感感是重點 你說這個眼睛的這個 像人頭的那裡的糖 當然是在這個嚇死者 你說它端效 不過呢 在動物裡面 白痴最大隻 不過呢 不如撒那兒子 那是在這個量來說 所以你說量的心也是很大 不過呢 當著金氣鳥 也是無效 那黏米就能吃掉了 那麼人心隨中代 隨便斷情好 切薄板 身分 有位不可貪 你說人心 就讓你隨人生得很大 生得很大 人心隨中代 如果說他這個魅力的那個時代 這些眾生 人心就非常的中代 受命在上官的時候 八萬四千歲 那麼如果照這部經來說 人的身官也是夠上官 有十六中 那麼長 不知道我們的幾倍 幾十倍去裡了 不過呢 吃到很八 這樣 用到很肥 讓你吃最好的食物 把這個經過的身體 用到很肥 吃到很營養 所以身體生得很八 生得很端正 很好看 所以你這個外表 給你最重要 好啦 就像一支用切薄 所正式的一支鑑仔一樣 那麼鑑仔呢 總是切薄 外表都用切薄來正式 這樣是最好看的嘛 對不對 不過呢 裡面是底薄 底薄 底薄 底大小便 這樣才有好嗎 不是 是有位不可憑 裡面都是很臘薄 很臘薄的 真的不會蓋這片 也不會蓋這片 所以呢 這個外表 給你好看 有效 不一定 外表好看 生得重嚴 生得大 那是重點 不是 你外表生得好 生得好看 不過呢 裡面底的是什麼 底的通常是辣三米 通常底辣三米 每一個中生都一樣 那以代表就能說過 我們這個中生的肉體呢 就是外表一層薄薄的皮而已 外表那層薄薄的那層皮會看一層 那層皮如果把它扳掉呢 就不會看一層了 通常蠟燥 肉、皮、皮、皮 皮裡面就是肉 那筋肉 筋肉 還有五種肉腐 還有大小便 還有肥水 所以這段就是這樣說 人身雖然大 但是裡面都蠟燥的 外表讓你更好 像七百萬這樣 但是蠟燥 還有大小便 這樣怎麼有意義 我們如果拿一支最好的 最好的報物做的 黃金做的 這支鞠燥 拿來打掃掃 打掃 這樣才有什麼意義 沒有意義 所以在這裡 麵就好 用這幾個皮肉 给这些众生了解 你们感觉 我们前的这个人 端笑 收入 那只不过你们 接着在外表在看而已 外表不是重点 要看内涵 当然这个画面 还有这些内容 我们后一会再说 今天讲到这里 感谢观看